请听第二十九集 秦穆公弃正伐正 晋文公终于在齐桓公之后 成为又一代中元霸主 而先后辅佐过晋国 惠公 怀公和文公的秦穆公 却一直与霸主无援 秦穆公心里极度痛苦 整天闷闷不乐 正在这时 晋文公重而邀请秦穆公一起征逃正国 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劝阻亲自率军出征 秦国军队和晋国军队 一下子就将郑国都城包围得像铁桶似的 正文公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大夫舒詹向他推荐 说老臣朱武口才甚好 可以缩退秦兵 于是朱武便代表郑国去说服秦穆公 深夜 月挂雕头 城头宿静 只有夜鸦鸣叫一两身 逐五用绳子悄悄地坠下城 却被秦将孟明氏抓住 带到秦穆公主帅营中 启奏国军 抓住秦国潜逃老臣朱武 朱武 哼 带进来 是 老臣朱武 拜进 郑伯 郑伯派你去楚国求救 恐怕你到不了楚国 郑伯就要当俘虏了 不去求救 哦 那是郑伯派你来当奸细 打探虚实的 哎呀 难道郑伯就没有人了 要派你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当奸细 不用打探 国军精兵强将 势不可当 那么郑伯 是派你来请求投降 好 有没有 求降国书 郑伯 灭亡是 但些之事 投降不投降 都一样 那你来干什么 我国国军派小臣来说服国军退兵解围 说服寡人 哈哈哈哈 老头 你是在做梦吧 朱武大夫 郑伯治国无方 举足失措 酿成今日之结局 他对你也是多年冷落 你何必要在他即将被俘虏做囚犯的时候 替他办这样异想天开的事呢 如果老大夫审时多事 弃暗投明 我国国军一定会善待你的 我已经老朽了 黄土屋都埋到脖子 还求什么仕途闻打 老臣 不过是想说几句 对秦国有利的话 假如寡人回师退兵 就是对秦国有利吗 是的 念你念老了 寡人放了你 回去也行 逃跑也行 走吧 秦国的厉害 自有寡人筹划 啊 不劳你操心了 走吧 走吧 趁着国军还没有定你个霍乱军心的罪名 快走吧 谢国军判施 但老臣必须把话说完 纵然找来杀生之祸也要讲完 也不忘老臣追成求见的辛苦 哎呀 不必多言 走 哦 国军 不妨听一听也好 啊 那就快点讲 别误了寡人的军国大事 百里大夫 明文天下 是上国的忠臣良相 可在我看来 名不复始啊 大胆 你竟敢侮辱家父 哦 我百里 恭请老大夫指教 百里大夫自然明了 郑国在晋国东边 秦国又是在晋国西边 纵然 灭掉郑国 吞下郑国江山的 是晋国 而不是秦国呀 那么 秦军千里回事 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呢 百里大夫 为什么不向国军 尽见 大胆助我 胆敢在寡人面前 离间秦进 蒙嚎 你这是痴人说梦 老臣不是痴人 我说的也不是梦 国军 怕是终生难忘 晋国两代君主 对国军的伤害吧 金会公 恩强仇报 使秦国不明 晋怀公 你愿报得 使国军伤心 统观景国 是一个贱力妄议 贪得无厌的国家 哎呀 可当今的晋猴 崇尔 对国军的恩德 是感激不尽的 崇尔的刀鸣 正是在这里 实际上 崇尔强欺了国军 护送周湘王 暗定王室的大功 陈仆之战 打败楚国以后 又成为 剑土之盟的霸主 而国军呢 为其所用 而不受其会 这 灭掉正国 今后崇尔 向国军许诺了什么 纵然有所许诺 清国隔着晋国 又能从正国得到 一寸土地吗 崇尔 无所许诺 我国国军 特转至上国国军 正国国人 无不敬仰国军 大义贤民 如果能与上国结好 正国国人 无不恶守庆贺 正国幸福上国 今后 上国使者往来 到正国 又如讨家了 正国将结成提供方便 正国有难 上国使恩 国军 还能不赢得 天下的赞颂吗 嗯 可 可寡人与崇尔 有盟约在先啊 是啊 有了盟约 才可以灭掉正国 灭掉了正国 晋国吞下东边邻居 其版图比上国大一倍了 那时 东陵吃完了 强大的晋国 就该向西林了 也就是 向秦国张开 血盆大口了 国军 明鉴 这不是梦话吧 难道国军的大业 就是这样的吗 哼 你的舌头 会不会也像 崇尔说同样的话 你们要是不相信 郑国愿将北门 交由秦军把守 一来 可抵抗 进进入侵 二来 可以表明 郑国之姓成 怎么样 嗯 好 派妻子等人 带兵把守郑国北门 寡人 率兵返回秦国 受命于危难 而不如使命 老大夫 百里 钦佩之志 上国国军明智 也 不枉了老臣 一片诚信 国军 要是从而派兵追击 那 寡人正好意图 心中的怨气 秦国军对私自撤退的消息很快 被晋军知道 胡毛匆匆赶往晋文宫 帐中禀报 启奏国军 秦伯不打一声招呼 已经率兵返回秦国了 什么 竟有这样的事 扯兵大事 秦伯竟然都不通报一声 郑国现在已经唾手可得 秦伯竟然如此背信弃义 事可忍 事无不可忍啊 既然秦伯不想进意 理应发兵追击 予以惩罚 不惩罚 不足以接后人 国军 臣愿令兵问罪于秦伯 不 不 没有秦伯当年的鼎力相助 崇尔岂有今天 兴师问罪 岂不遭天下人 向崇尔忘恩赋义 还是让秦伯 背着不讲信仪的罪名吧 哼 他只能带走自己的兵马 带不走晋国的霸业 哼 没有他秦伯参加 秦之功 正可由我们晋国独享 不 寡人也率师撤兵 啊 国军 郑国现在已经成为囊中之物了 是啊 呵呵呵 诸位为什么不多想想 秦伯为什么要撤兵 是要舍弃郑国 还是要独占郑国 他撤兵 他撤兵离郑国越远 就越是垂涎郑国的土地 留下郑国这个鱼饵 秦国早晚要上钩 我们晋国 就能钓上大鱼了 晋秦 从郑国撤兵两年以后 一代霸主 晋文公 病死了 秦目公 没有了称霸的对手 开始雄心勃勃地 寻找机遇 恰恰在这个时候 替郑国把守北门的秦军将领 齐子传来密报 说郑伯死了 公子兰刚刚继位 秦目公祥趁此机会攻打郑国 白里希和简叔 极力劝阻 秦国居正 有千里之遥 纵然战胜郑国 又能得到什么呢 中间隔着个晋国 我们能把郑国江山搬到河西 归入我们秦国版图吗 臣请国军名见 袭击者就是要 激其不备 我们秦军 劳师千里 日夜跋涉 惊动四方 郑国岂能不知道 对方知道后 就一定会准备 这还怎么袭击 战线这么长 万一中途有变化 又如何应付 再说 袭击郑国 不论成败 都有三计 有三计 对 我们秦军 为郑国 束手都城 今日 又自己 夺取都城 这是 不讲信用 臣 晋国和郑国 发丧之时 出兵讨伐 这是不讲 仁义 臣 则立小 败 则害大 这是不明之 国军 今日 我也只能直言中见 三十三年来 国军的威名 正如旭日 东升 步步向上 万万 不可毁坏 那依你之见 正如白里西所言 先西而后东 积蓄国立 一同 西戎 数十国 雄居西川 而后 等待时期 东进 哎呀 又是那一套 先西后东 积蓄国立 修养生息 待机而动 这样寡人的霸业 岂不是今生今世 都看不到了吗 国军 旷古英明的王上 都是不仅谋划 金氏 更要谋划 百世 百代 我们秦国的伟业 不再区区正国 也不再 今生今世 喜欢公小白 晋文公重儿 都是寡人的同代人 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今生今世 成就霸业 而寡人却不能 现在小白和重儿 都是坐骨之人 当今天下 寡人不为霸主 更待何人 国军 不必说了 发兵齐正 定而不一了 哎 哎你呀 你我 辅佐秦伯 二十七年 不料 尽 半途 而废了 秦母公执意不听任何人的劝阻 任命 孟明氏和简叔的两个儿子 白以炳 须起数 为正副统帅 帅精兵强将 奔袭正国 出师时 简叔和白里希 抱着儿子 嚎啕大哭 依然不能改变 其母公的决策 简叔 只好交给儿子一个 辣封诸简 让他在过天险 小山遇难时 打开 大军 暗期出发了 可经过小山天险时 却十分顺利 安然无恙 又经过了周天子 都城城州 大军就来到了小国 华国的地界 这时 这时 一个正国商人 玄高 正带一群犯来的牛 走着 看见许多农夫 仓皇而逃 忙迎上去询问 干杯跑啊 哎 怎么了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哎呀 不好了 秦国大军杀来了 赶快躲躲吧 哎 别慌 别慌 秦国大军怎么会打到这儿来 他们要攻打谁啊 哎 他们要攻打正国 他们要趁正国国军刚死 新军刚立的时候 大正国一个措手不及 灭掉正国呀 是啊 就有这样的事 你还不快把牛赶开 秦军一到 你这些牛啊 都要下跑咯 哎 赶快跑吧 是啊 我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这秦军真是要攻打我们正国吗 哎 是啊 是啊 他们刚刚从周天子鼻子底下过来 人人都知道这事啊 他们是要灭掉正国呀 看来这是真的了 哎呀 我说你 也快跑吧 就是 别舍不得这群牛了 今天赔了 明天啊 还能正回来吗 哎 哎 可这正国要是灭了 我还能往哪儿跑呢 哎 对 对 你们给我把牛曲快快赶开 但要给我留下十二头 你还要留下这十二头干什么呀 哎 我要送给秦军 那你不是赔了吗 要是赔了牛 保住正国就是赚了 谁同学 你们留一人赶牛 其他人快快跑回国都 火急报告国军 秦军大军押近 早自准备 那你呢 我骂我可以重义轻力 为我们正国劳金了 这时 孟明氏带着大队人马来了 远远的看见一个男子 带着十二头牛 站在路上长衣功败 孟明氏就走上前来 哎 前面是什么人 我国新军听说上国贵军要来我国 特地派我为使者 前来犒劳贵军 你们用什么来犒劳我军呢 就是这个 什么 就是这四张牛皮 还有我身后这十二头牛呢 真是正国使者 正是 那 有没有国书啊 我国深知贵军 行兵神速 秦政两国皆好 不可慢待 就特派我先火速赶来在这等候 还没有来得及修你国书 另有两班使者 分别在我国国界和都城外迎接贵军 真国新军想得很周到 我国国军令我转告将军 虽然我国物产不算丰富 但只要贵军在我国驻扎一日 我国便提供一日的给养 贵军如果要开靶 我国还将为贵军安排一夜的守卫 既然正国新军这样后代 好吧 大军就地安盈 先来销售这十二头牛 人们不是说正国的牛肉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吗 吃饱喝足明日出发 再去败写正国的新军也不迟 对对对对 将军所言极是 秦军将领们真没有想到会遇上这样的事 三个主帅立即商议起来 哎呀 我们大军一路来 全都如入无人之境 再有一天的功夫 就到正国都城了 本以为正国新军做梦也不会想到 我军会从天而降 谁知 他们已经有了准备了 这地儿啊 就像砧板一样 晋国的刀 正国的刀 随时都有可能砍过来 不可久留啊 可是 正国已经做好准备 瞧那使者从容不迫 我们还能袭击谁呢 嗯 我已经派人前往正国打探联系 如果真是确有准备 我们就只能原路退回了 回去 可怎么向国君交代啊 老儿无功 徒劳往返啊 是啊 不损兵折将就不错了 只怕定过 启禀将军 怎么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 小的还没有进入正国 就碰上了棋子大人 嗯 他们不是在正国国都束手北门 等我们里应外合吗 是啊 正国已经知道我军即将袭击 把他们都赶了出来 把守北门的秦军也给解散了 那那棋子大人呢 小子急忙赶回来禀报 他们一路惊吓 走在后面 立即拔营 回尸秦国 秦军 袭击正国不成 就干脆灭掉了小小的华国 原来的锐气也荡然无存 战车也变成货车 装满了从华国抢来的物品 这消息传到晋国 正在为父亲晋文宫 守丧仪的新军 晋香宫万分恼火 立即调动大军 带穿黑色丧服 决定要在天贤小山 痛击秦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